11月6日晚 汪小飞在社交平台上改ID名为汪绍飞 进行多次编辑 行为迷惑 并发文称 今天是10月1号 我想起来 我原来的本命 我不叫汪小飞 我叫汪绍飞 这是我的本名 深夜改名仪式引的网友猜测 汪小飞是不是喝多了 纷纷喊话 不仅家里人知道你喝多 现在全国人民都知道你喝多了 小时候叫小飞 现在叫少飞 老年叫老飞 少飞小喝点吧 着实笑到我了 此前汪小飞就曾在节目里喝多和大S互怼 引得其他嘉宾爆笑 也有网友怀疑 汪小飞此次醉酒 是因为他与大S的离婚传闻 引得心情不好 才有了五日深夜多次编辑改名的事情发生 其实以前在节目里 汪小飞就曾亲自爆料她本名是汪绍飞 因一些小错误才变成汪小飞 她虽然是企业家 但娱乐热度不减反增 最为知名的便是京城四少的名号 娶的美女大S 一起参加综艺节目等等 参加节目之后 大家对汪小飞可谓是好评如潮 节目里她很勤快 不对大S发火 性格温柔 是个十足的女儿奴 给大S拨瞎等等 各种好男人行为 让人羡慕不已 人红是非多 明星夫妻本就惹众人关注 更何况汪小飞 大S这样的企业家配明星的夫妻了 今年年中就有媒体透露 大S曾主动向媒体表示 要和汪小飞单方面离婚 也是引发了不少的讨论 闹得沸沸扬扬 最后还是大S的妈妈出面表态 才让这场离婚风波眼齐息鼓 而且由于疫情原因 汪小飞和大S也是聚少离多 大S不肯和汪小飞一起在北京居住 只能让她北京台湾两边跑 每次来回都要进行很长一段时间的隔离 彼此见面少 沟通就相对不顺畅 加之前一段时间 汪小飞在网上的言论忍怒大S 让网友对他们的婚姻状态很是好奇 对此大S的妈妈也做出回应 西元说的都是气话 离什么婚 我会劝西元 西元和小飞都放心不下小孩 我会要他们夫妻俩先忍一忍 表示只是夫妻之间吵架 并没有离婚 说起大S 很多人对她都不陌生 她原名是徐西元 因参演《牛星花园》中山菜一绝 名气大增 从而被观众朋友们所熟知 她和妹妹小S 都有着出色的颜值和很高的情商 两人组成歌唱组合 ASOS出道 一直是娱乐圈中的焦点 大S不仅是一位演员 还是一名出色的主持人 歌手 甚至是作家 由她出版的书籍《美容大王》 曾在市场上非常畅销 正是因为大S 在各个领域中都有建树 多才多艺的她 才会经久不衰 可就是一个这么成功的明星 最近却频频被爆出 在婚姻方面出现问题 就在前不久 网上传出了 有关大S和老公汪小飞 发生婚变的消息 一时之间引起了全网的热议 依照大S的情伤和性格 应该不会做出一些 意气用事的行为 据悉 大S和汪小飞 两人已经结婚十年之久 如今突然被爆出婚变的消息 不免让很多网友 一时有些接受不了 随着事件的持续发酵 最后还是汪小飞 在微博发文回应 一期期间 情绪容易激动 因为担心家人 说了一些不好的话 大S经纪人也在随后 回应称 只是夫妻间的吵架 汪小飞的回应 很隐晦地向外界承认了 这次吵架 是错在自己 是她言语过激 才引发了夫妻之间的争执 如此一来 不少网友觉得汪小飞 在与大S结婚之后 一直过得很卑微 2010年11月16日 大S与汪小飞在北京订婚 第二年的3月22日 两人又在海南举行了婚礼 婚后育有一女一子 在外界看来 这对夫妻应该是很幸福才对 他们两人的相识 是属于大S一见钟情 而且他们是认识 40几天就闪婚的一对 这段婚姻从一开始 就不被人看好 但大S曾经多次表示过 自己是一个将爱 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女人 她还在节目中透露说 第一次看到汪小飞的时候 内心就有一个想法 我要嫁给她 她就是我要嫁的人 虽然两人在婚后的生活中 一直都很甜蜜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渐渐展现出了 女强男弱的形式 这一点单单从前不久 大S单方面的宣布婚变 就可以看出 不仅如此 汪小飞的婚后生活 也确实并不轻松 因为汪小飞在北京 有着很多的工作 而且汪家人也在这边 但大S呢 却没有陪着汪小飞定居大陆 而是带着孩子回到台湾省居住 土生土长的北京大男孩 汪小飞 面对着两边都是家庭和生活 只能无奈地两头跑 本来大S喜欢居住在台湾 也没什么大问题 对于汪小飞的经济实力 她完全可以在北京和台湾省两地都置办房产 可是至于为何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在大陆定居的消息 对此我们不得而知 但这种两地分居或多或少 会对他们的感情产生影响 汪小飞和大S都是相对独立的人 大S呢 之所以能够在娱乐圈中打拼出一片自己的天地 也足以看出她不仅对自己要求严格 而且在生活中也是一副女强人的姿态 女人一旦学会了自立 男人就是附庸品 至于有关她和汪小飞女强男弱的奇妙关系 想必也不是外界的误会 据说他们夫妻二人相处那么久 也早已熟悉对方的脾气 想忍或许早就忍了 但吕被传婚变 让人觉得这段将就了十年的婚姻 真的敌不过距离吗 他们相爱十年 也正是汪小飞的包容和大S的直爽 才使得这段婚姻走到现在 得是有多绝望才会选择放手 汪小飞和大S都是有过一些情史的人 难道还没伤得透彻 汪小飞曾和张雨琪 吕宛柔 安以轩 冯靖 甚至是国际影后张子怡都传过绯闻 当然这里面有一些是捕风捉影 汪小飞经历了张雨琪的张狂自我 也感受到了安以轩的温柔依人 她渴望过一种安稳的生活 当年张雨琪为何能对汪小飞那样霸道 安以轩曾暗自透露过答案 她这样评价汪小飞 她人很好 是有知识文化的男人 不是那种不干事的富二代 有梦想会着手实现 也不爱玩 跟她吃饭我没付过钱 而反观大S 与黑人陈剑舟有七年的恋情 与阳光大男孩蓝正龙 也是郎才女貌 而且蓝正龙 也是大S第一位正式公开的男友 还有周玉明 都堪称金铜玉女 但爱的越深 痛的也就更彻底 大S和汪小飞 都已经过了谈情说爱的年纪 把日子过成诗 才是他们应该做的啊 很可惜 他们真的是一对冤家 爱的轰轰烈烈 闹得也满城风雨 是分是合 他们早就认真讨论过了吧 如今他们育有一子一女 凑成一个好字 生活还是很令人羡慕的 虽然不清楚 他们的感情到底如何 仍希望汪小飞和大S 能够好好生活 不受外界传闻影响 白头偕老 永远甜甜蜜蜜 人情人羡慕的 神情人羡慕的